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 就是故宫的比喻 这整个圣经里面讲到 就是有一个园主 要请人来给他摘 他那个葡萄果 在摘的时候 早上他们六点钟开始上班 六点钟来了 跟他讲定了 一钱银子要给你 后来到了 早上九点 他看看外面又有人 又叫他进来 他说我会照我的 他没有讲一钱 他说我会照我的意思给你 那第一 到了十二点进来 还是这样讲 我要给你一定的钱 后来外面还有人 那个葡萄果园里面 很多工作要做 他又从外面说 你为什么在这晃荡 一天都要没事干 他说没有人请我 来来来 你到我们里面来 那是下午三点 三点那个 那个主人的仆人出去看 还有人 又把他叫进来 五点 叫进来 六点到了 主人算账 注意哦 他算账不是从前面算 从最后一个算起 那个来才一个钟头 来那个 这个来算账的时候 给他一钱银子 那后面他想着 我来十几个钟头 应该多一点 就一个一个都拿一钱 拿走 那后面那个就发脾气 我来了十二个钟头 他才来一个钟头 他拿的钱一样 弟兄姐妹 神给你什么就拿什么 不要埋怨 一埋怨 你的夫妻就丢掉了 所以对神的 神有绝对的主权 这个是在神 在天国里面 我们特别注意 今天我们的基督徒 在世界上 当然我们信主的时候 信心比较低 说信的人得永生 有条件 我要得永生 我才来信 然后说 我要我的孩子们 都能够顺利 考到学校 跟神 那我就好好来敬拜你 有胆谈条件 谈了一段时间 这个神管教了 因为你这个不好好的学习 就管教了 苦难来到了 来到了以后 就越来越 信心就越来越增加了 说哎呀 不管了 反正什么 你给我就要 好的 我也感谢 不好的 我也感谢 就进了一步 进了一步 再到这个地步 就是说 承认他的主权了 他没有讲说 要不要神的祝福了 是神的主权了 你爱怎么样 就怎么样 但是更高的是亚巴拉罕 亚巴拉罕带了以撒 要上山 献以撒的时候 他的儿子说 爸爸财跟火都有了 羔羊在哪里 看亚巴拉罕信心了 耶和华在他的山上 必预备 那时还羔羊都还没出来 他这个信心 你想想看 他信心超过我们没有 你有没有这个信心 没有 亚巴拉罕就是这样 他已经看到了 神必会预备 后来真的到要杀他儿子的时候 一直羊挂在树上 再代替他儿子 有没有 这故事里面 创世纪都听过了 所以你要对神要有个认知 你到底信心是很低 要谈条件的呢 还是交给神的呢 还是不管怎么样 我的一生 耶和华必预备 我怎么等了半天 我的对象还没出来 我的太太是谁啊 我的先生是谁啊 所以你绝对有信心 说耶和华在他的山上 必有预备 那你有没有在他山上呢 你就爱世纪东跑西跑 那神怎么给你预备 你专心的在神的家中 几样事情 第一 读经 祷告 过肢体生活 然后被圣灵充满 讲方言 然后分别为圣 进入神的荣耀 刚刚我们敬拜赞美 你要到了更深的话 就进入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 这个懂音乐的 你要就要好好的学习 怎么带敬拜赞美 可以把我们弟兄姐妹 带到天上去 到那时你神当病 什么都没有 因为病不可能在宝座前存在 疾病不可能存在 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观念 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就一心 心向神敞开 用我们的口 用我们的心来敬拜赞美神 那你就觉得 你没有活在地上 有时候像敬拜 到了进入状况了 一个钟头以后 你才发觉 怎么一个钟头 才刚刚才进来而已 你们有没有这样感觉 因为不受这个时间空间限制 就到了神的宝座前 好吧 我们这个年轻人 我们的敬拜团业很好 大家都能够提升 然后影响整个教会 把我们敬拜的品质抬高 这很重要 这故事大致大部分都讲完了 内容 那故宫的比喻的 第一他有几批来 第一批进来早上六点 讲定了一天要给他一钱的银子 那十二点钟第二批 九点钟又一批 然后第三批的下午十二点 这个一个是六点九点十二点 下午三点五点 又跳掉了 喂喂喂 这个就是三批的人 不只是五批的人进来 但是每一个人都得一钱银子 那当第一个人就不高兴了 今天假如我发第一个人 发出去的没有人看到 你注意这个很奇怪 神设定的这个比喻 就是说从最后一额开始发 就是让看前面的会不会讲话 圣经有很多故事 那玛利亚跟玛大 玛利亚坐在耶稣的面前 听耶稣讲道 玛大忙得要死 他看那个妹妹怎么坐在那 也不来坐 他就跟耶稣讲 你看我的妹子 我忙得要命 她坐在那边 那耶稣讲一句话 玛大啊玛大 你为很多事物 忧虑烦恼 但是玛利亚他选择了 那个丧好的福分 是人不能夺去 这不一样 你嘴巴不要去埋怨的话就没事 你一埋怨的话 福气就没有了 懂不懂 弟兄姐妹 你信主这么久 你有没有埋怨过 我告诉你 我们不知道 无数数的埋怨 为什么这个不给我 那个不给我 你们有没有 不用 我们就顺服 就是神讲什么 就听什么 是最聪明 然后后面讲到葡萄园的比喻 那天国的好像一个家族 清早出去雇人 这个家族跑到一些教人进来 然后这家族 这些是雇工 那这些的故宫 讲好一天给你一钱的银子 然后第二次去找他的时候 他没有讲一钱银子 就是说 这些仙人在外面的仙人 他又把他招进来 然后说你也进葡萄园去 所当给的 我必给你们 所以他也不知道多少钱 他少一点 一千银子少一点 他也无所谓 因为晚一点来 他心里是这样想的 然后这个到了十二点 下午三点到了五点 还在外面逛 很多人在外面逛 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 就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 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 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吧 他们把他带进去 他们进了葡萄园的工作 全部在那里努力的工作 尤其最后来的人 特别努力工作 所以我们不要做那种 那种人 我们做不管我是什么样子 我在教会都是努力 做一个努力的工作 到主耶稣有一天说 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你不要在教会里面摸鱼 我们就在军中常常会摸鱼 长官不在我就偷懒 你要知道 我们以前在我的那个单位 他晚上加班 加一个班可以买一个轮胎 大概两千四百块 可以买一个轮胎 加班的时候没有人管的 那我有时候去查的时候 全部在看电视剧 都没有在做 没有在弄 所以基督徒不要做这种事 偷懒 偷鸡摸狗的事不要 你因为神是看你忠不忠心 不管有人看没有人看 我还是忠心做 因为我做不是给做 我做的给神做的 懂不懂 想想看你们有没有偷懒 我想很多在职场上 看到的这个老板不在 他就偷懒 有 那基督徒不要 谁在看见 谁没有看见 我都是照了良心去做 这个就是基督徒该做的 那他们都在努力做 然后到了晚上 主人就来了 在一个一个算钱 这个主人在这里 他就开始算钱了 这个工人就排队领工资 那么从后来 你要注意到 他这个圣经讲 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 他从后面开始算工资 都得了一钱银子 但是最先来这个不满意 你看 这么一苦脸 我来了12小时 我也一钱 他们 埋怨 这个园主 我们整天劳苦受热 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 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 他就是在怀里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听到神的话 绝对不要怀疑 圣经讲 那没有看见 有相信的有福了 我们就是靠着一个信 来到神的面前 然后这个就是 早上六点来的 那个仆人 那故宫的比喻的结论 讲到了 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个人说 朋友 我不亏待你 神又绝对主权了 你与我奖定的 不是一千银子吗 拿你的走吧 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 这是我愿意的 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 因为我做好人 你就红了眼吗 这样 那在后的要在前了 在前的要在后了 你埋怨的话 你本来在前的 你跑到后面去的 这个在后面的 你很努力 很认真的为神工作 他跑到前面去了 我们在教会里看 很多后来的还比前来的更好 就是因为他努力 那前面的就偷懒 看到什么都偷懒 不想做 那就落到后面去 好 这个神绝对主权的是 在 在前的 你注意两个不一样 在后的要在前 在后的是 本身没有这个能力 但神恩待你 他会在前面 那在前的要在后了 要退后了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比喻 就是那个年轻人 说我能做什么 才能够承受永生 那个耶稣跟他讲说 那个律法 就是守了没有 他说我从小都守了 但是主耶稣跟他讲说 你还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 来跟从我 他就悠悠愁愁的离开了 那后面那句话是 在前的要在后 这个是在后的要在前 在后是我不能 在前的是我能 看到没有 我什么都遵守了 那主耶稣 你在前的要在后 所以说亲爱的弟兄姐 我们跟神之间 你把你的 你的那个主权 来跟神抵挡的话 你就落后了 所以你要承认神 绝对的主权 不要把我的意见 参加进来 但是我们很多人 都是自己意见 教会很多 就掌控的啦 撒谎的啦 欺骗的啦 干嘛 他就为了自己 我不要让人家知道 或者是我 我为主 以我为主的话 是最糟糕的 跟神来讲最糟糕 我们看过那个约伯 有没有 约伯什么都很好 他是个艺人 他爱主啊 很好 但是他就那个急 自己的急 那个急太大 那个急你看不到的 那神就训练他 他一直讲话 讲话 讲到 这个约伯记 第38章的时候 神在旋风中 向他显现 一显现 他就问几句话 我立大地的根基 你在哪里 我拉准神的神 在哪里 约伯一句话 都不敢讲 为什么 哎呀 这个我都不知道 我哪知道 创世以前 怎么建这个地的 都不敢讲 还讲了很多动物 海里动物 怎么样 你都知道吗 什么海马 怎么样做 他就问他 都不知道 你今天看到很多动物 飞来飞去 他为什么会 一直飞到几万公里 向南飞 到了这个 这个这个冬天的时候 他向南飞 这个这个春天的时候 又飞回来 他为了气候的缘故 你知道吗 他为什么会飞 妈妈教的吗 不是妈妈教的 他说你要生下来 自己就会 你了解吗 谁做的 神做的 那你算什么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把我自己的急拿掉 神就祝福你 你在那里 我我我都是我的话 就不行 注意回去看 罗马书第七章 保罗说了几个我 你们自己算算看 我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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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说 我真是苦啊 所以就我脱离 这驱死的身体 他的身体 跟死人绑在一起 那个驱过来 把你摇死 你看他多痛苦啊 这种刑法 他们做刑法 人死的身上做驱 把你绑在一起 让你被被吃死 把那个尸毒引过来 把你毒死 那这样是很痛苦的 那所以你去算算看 好像有三十几个我 你到圣经算算看 后来到了第八章开始 哈利路亚靠着神 靠着神赐着生命圣灵的律 生命圣灵的律 叫我胜过了罪的律 哦 不是靠子 要靠圣灵啊 圣灵给你一个能力 胜过了这个罪的律 就不再受他的捆绑 后来他得胜了 他找到方法得胜了 那为什么第七章到第八章 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就是把急放下 弟兄姐妹想想看 你们的急大不大 啊 你夫妻两个 看看是 丈夫为主呢 妻子为主啊 两个人都不罢休了 就要争来争去 假如你看到神的话 你就不争 为什么 因为我们做什么都想到律法 你这个 你丈夫要爱妻子 你都不爱我啊 律法 一直想想想 基督不想律法 基督讲爱 因为神就是爱 神不是有爱 神是比我爱多一点 不是 他就是爱 所以一事前一想到爱 你什么事情都摆平 懂不懂 你们能不能享受 家里吵架了 或者家里问题 发生很重大的问题 你如果想到律法的话 你死路一条 你想到神的爱 你就脱离这一切 自己可以试试看 因为我们在耶稣 在审判那个撒玛利亚 这个犯监影妇人身上看到 他跟很多这个摩虚立法 以下的人讲 你们中间哪一个 没有犯罪的 第一个打 摩虚说要把他打死 第一个打 那个老的一看而已 我也犯罪就走了 从老到孝 一个一个都走了 主耶稣讲一句话 没有人定你罪吗 妇人说没有 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以后不要再犯罪 但是你们整个看这个律法 谁犯的律法 这个耶稣犯的律法 耶稣你应该用石头 把他打死 但是他不用律法 他用爱救回了 这个夫人的命 有没有 把他救回来 但是主耶稣 有没有付上代价 有 上施价 所以爱不是这么简单 你说我爱你 我要爱你的妻子 我要爱我的先生 要付代价的 所以每天都要忍受痛苦 还要什么时候 才能脱离这个痛苦 想到基督 你想到基督 你就没事 有这个小两口 常常吵架 吵到已经没有办法再收 收拾的时候 突然间想到牧师讲一个 不要看律法 要看爱 他想到耶稣的爱 两个就和好了 懂不懂 所以基督的爱要引进你的家 十字架的道路 要进到你的家里面 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 所以耶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你把他抛在一边 只想律法 你要对我好啊 你不对我好的话 圣经讲了 那个丈夫要爱妻子 那个妻子 妻子要送付丈夫 律法就吵吧 没停 吵了没停 吵没有关系 寒怒不要到日落 因为你而且发怒没有关系 他不能犯罪 神都给你法则了 你到了晚上呢 你还吵 那没得玩 你要知道晚上四点钟的时候 是最黑暗的时候 这黑暗全 你想杀人做坏事 四点 那是黑暗变满的天 还刚刚亮的时候 你一定成功 你去杀人做抢劫 你一定成功 你白天十二点在外面抢 人家把你抓起来 那个我们是看不到的 黑暗的一个权势 知道 像我们教会也有 教会有很多黑暗权势 在后面在运作 你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给神 让我们眼睛打开 看到底这个是谁在那运作 有些不是人在运作 是黑暗权势在运作 所以我们要对付他 所以神给教会有个权柄 地上捆绑在天上有捆绑 地上释放在天上有释放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权柄 把属血气的那个灵界的那个权势 把他捆绑起来 不要来防害到我们教会 但是你要大家都看得见 你看不见 你福利乎土 被他闹了 被他来偷窃杀害毁坏 你都不知道 所以求神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不要看这个世界 我们要看神的 所以我们不要跟人走 要跟神走 是最重要的这一点 好 这里讲到这个 故宫比喻的结果 是什么 是在后的要在前 在后就是自己比较软弱的 我后来我们讲的 没有什么道理 但是我因为努力工作 我跑到前面去 刚刚讲那个年轻的人 他是在前的 他什么都遵守 我也有钱 我这个是法律也遵守 什么遵守的 结果他不肯跟随主耶稣 他就整个都伤死掉 这个叫做与永生擦身而过 懂不懂 擦身而过 我有时飞机飞出来 飞到杜拜 这飞机有问题杜拜下来 我第一次看 那杜拜的飞机大了不得了 飞机长大了不得了 这个走很远 那有些人在旁边坐了 吃饭 吃东西的坐了 我看这个很多都是阿拉伯人 这个好像到另外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怎么变了 那个样子不一样 我就是擦身而过 从此没有再去那边 懂不懂 有时候常常碰到了 救恩擦身而过 你们今天受洗信主 而且爱主 而且认识神 是福气 高牧师讲的 你们能够来到 这教会是一个福气 但是你要抓住这个福气 你不要擦身而过 一点意义都没有 就像那个年轻人 擦身而过 这个家族呢 有绝对的主权 来随自己的意思 使用他的东西 天国里的上帝 也是有绝对的主权 来选民了神 拣选的旨意 这个同样的 在圣经中的 有个马大 跟恶仆的例子 刚好讲过 马大我讲过了 马大就你看 耶稣跟他讲说 这个马大 马大 你为许多的 是 私虑烦恼 但是不可少的 只有意见 马利亚已经选择 那善好的福分 干什么 到神的面前亲近神 我们能够亲近神 是善好的福分 你不参加亲近神 你越走就越远了 你的心呢 越远离神 你都不知不觉 就远离神 到了有一天 走到一个地步 回不来了 知不知道 回不来了 什么叫回不来 我们老了都知道 老了会不会老人痴呆 老人痴呆就回不来了 因为我讲这个 给我儿子听 我儿子的时候 举一个比例 就是你走到老人痴呆 就回不来 真的回不来 所以趁着 现在这个时候 多多亲近神 你多多亲近神 这就亲近你 你亲近神 你的灵就敏感 你的灵就清楚 懂不懂 我们要学大卫 大卫他的灵 跟他的魂讲话 你们有没有用 你的灵跟魂讲话 有没有 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有这个智慧师 大卫怎么讲呢 我的心啊 我的心啊 你要赞美耶和华 那讲的是他的灵 对他的魂讲话 我们今天人出问题 出在魂了 魂要享受 魂要偷懒 魂要什么 但是我们的灵 是跟神通的 他把你看清楚 这个世界都看清楚 知道主耶稣快来了 而且这个灾难快临到了 那个灵就会告诉你的心 你要振作啊 趁着白日多做主公 殷勤多做主公 圣经的教导 那读是读了 好像耳边风 听都没有听见 那你就没有好处 你听见以后 你开始起来 早上早点起来 我以前弄一个早上 六点钟起来 这边祷告 祷告会 是同工 布施 传道都来 第一次来三十几个 大家都都到了 到了最后 只是我跟高牧师两个人 就关掉了 就关掉了 所以大家不警醒 你警醒是 你愿意来亲近神 你一下去就没有停止 你说六点 我就六点到七点 我起来祷告 你就又有这个决心 你本来越来越来 就越没有 我们在这里办了很多 查听班 三十几个 到最后变成三个两个 到最后变成礼金 跟我一个人 还有一个 Glory 三个人 其他人都跑掉了 祷告会 祷告祷告 就顺着两三个人 这个不警醒 不警醒 在末后是很危险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主耶稣就来 那你是回来都来不及 像那个十个童女 五个没有预备的 都来不及 结果丢在外面 哀哭怯 好 另外就是一个主人 对他说 这是一个恶仆 你这个恶仆 我要贫你的口 定你的罪 那恶仆是什么 他就会讲 说你是一个 很严厉的主人 你没有重的地方 叫我收 没有善的地方 叫我聚集 你不是真意是坑了我吗 嘴巴讲话 我们会不会这样 我们恨 也常常会 我们就以前在上班的时候 那个主官 就在短时间 就叫你把他完成什么事 那我又是 我又是就反抗他 你弄了两三年 都没有成功 叫我两个礼拜弄成功 我那时候搭发了一点 去找他 不要嘴巴去那个 这个这个 argue 神给你的感谢 神接受 我做不成吗 我还有我的主人 我当时接受了 不跟他打敌 我接受了以后 那我就靠神 就可以胜过 我一个同学 两个城市弄不起来 他就跑到 这龙潭那边 去打电动 打整夜电动 他就来找我 说 这怎么弄不出来 怎么办 我说你们弄不出来 要亲近神 你跑到打电动 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吗 提醒了他 他神而爱主 后来他真的回来 敬拜神 赞美神 荣耀神 读经 祷告 荣耀神 两个城市都解决了 两个城市都完成 本来完成一个就不错了 然后两个都完成 所以困难来要靠神 不要靠人 我虽然这样讲 我也常常有时靠人 为什么不要靠神 你看 我假如在台湾 开车 闯黄灯了 那我们想到是主啊 是我不好 那就那只好就要钱嘛 主耶稣 我谢谢你这样提醒我 没有啊 从来不想这个 一想 我这是个县别队的队长 打个电话说 拜托 我刚才被开个单子 你能不能帮我化掉 这个脑子碰到问题 就跑去法律 律法 这个要怎么办 怎么办 那我们不知道 碰到任何困难 就去祷告 祷告神 你看看会不会解决 我们这边有个姊妹啊 开餐厅呢 火点不早了 什么弄不早了 人家从这赶快要去找那功能来修 他就跑到厕所去哭 去祷告 他一出来 我就来了 有没有 我们这就很多这样见证 弟兄姐妹 不要一有问题想到律法 想到人的办法 你赶快想到神 神的爱 他会领导你 他帮你解决 但是你已经解决了以后 拜托你们一定要做见证 你不要闷在心里 所以我要开放 你们有三分钟到五分钟做见证的 我都可以让你们先上来 因为做见证就像点蜡烛一样 你点一根 我点一根 我点多了整个就亮起来了 就看到神在我们中间 我们中间有很多恩典 有很多神迹奇事在我们恩典 我们都没有讲出来 不好 以后你们说 我有一个好的见证 我想讲 我们这里也有一点不好 就是你讲了见证 很多人 有些人在后面讲 说这什么了不起吗 这个都是神都看过你 也不看过我 不要再想 我们知道神在他身上做的 也会在我身上做 只要我有信心 好不好 你没有见证 不要隐藏起来 一定要来荣耀神 好 这个谱子 你看 我是给你看的这句话 就是这句话 提你的口 定你的罪 所以我们要不要跟神去 argue 要不要跟神去申诉 或者是埋怨 不要了 碰到就碰到了 那我再做个见证 他们说我们以前是 我记得 杨慕妮不在乎 我记得是到我们到1点15分 他会交给我的 那他们唱歌也是 练唱练的晚了一点 大概到1点20 我们才接的 他竟然跟我讲说 他记得是1点半 1点半 没有啊 从来没有讲到1点半 你们记不记得 你们记得 有没有说1点半才交给我们 没有 但有时他们延长一点 会20几交给我们 那怎么办 我也想到高牧师说 不要吵了 也吵 主耶稣都跑掉了 不要吵 好 不给你们吵了 我们就给你练到1点半 然后我们延长10分钟 这个10分钟就这样来了 不要再吵了 你要就给你延长一点 你延长一点10分钟 我讲道短一点就好了 就弥补过来 现在懂不懂这意思 不要跟人家吵 越吵越没有结果 就是你要什么给你 给你 施笔寿根尾有福 人家要像你要这个 要那个 你有就给 你给的上面 神又给你 懂不懂 你跑到这个 那个店里面 要给人家10分之1的小费 坑得紧紧 一毛一毛在算 多给他一点嘛 也多不了多少了 那你给他 神就祝福你 会不会 哈利路亚感谢主 神就是这样 他为什么说 施笔寿根尾有福呢 就是你要常常给人家 你给了 别的没有 没有办法回来 我们又神补回来 神做后面补回来 比这个更多 有很多这样的见证 所以不要太小气 不要太吝啬 就有感动就做 有感动要奉献给他 你给他 神就给你更多 这个就是 我们基督徒态度 那这个例子的告诉我们 基督徒 不要埋怨 因为口定 因口而被定罪 不要埋怨 埋怨就是用口 谁要定你的罪 那最后的故宫的比喻的意义 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将来在天国里的子民 在世的时候 要服从主人的主权 原先与主人所预定的公价 一天一钱银子的人 因后来所得的银子 与后来得的一样 就心怀不平 因此的故宫比喻 故宫的比喻是说明 在后的在前 在后的本来没有工作 在外面闲站 被恩代请进来的 所以心存感恩 努力工作 结果后来的才得蒙恩典 所以我们做神的工作 就是要什么 要甘心乐意 圣经讲你献祭 不能是说把一个 我顺下来钱 我们小时候 就有时候零钱丢在里面 后来神感动 不是 你要把最好的献给神 以色列人要献羊 献羔羊的时候 他要挑好 一点都没有瑕疵的 有点瑕疵的 缺腿的 毛脱皮的 毛有那个什么 有什么病的 他都不要 他完全这个圣洁 又美丽的一个 羔羊献给神 今天我们不是把一个 顺下钱给神 不是 那是把最好的 在家里已经包好了 献给神 所以说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 这个才是神所愿纳的 而且十分之一 我以前很少讲十分之一 今天亚当在这个伊甸园里面 叫你不要吃善恶树 你要吃善恶树 善恶树是水的 是神的 你吃了善恶树 你夺了神的份 结果你就犯罪 就离开了神的荣耀 这个是整个人类的犯罪 那是你跟神真的夺了神的东西 那今天我们十分之一奉献 没有割给神的话 你又夺了神的份 懂不懂这意思 所以你不必要 你不要 这个这个 小气到这个程度 十分之一都不可能 你所有基督徒的见证 给告诉我们 封献十分之一的人 没有缺少 神的祝福比这更大 我们相信 我们中间也有很多 会做见证 因为神祝福他 什么开了一个店 开了两个店 本来是做伙计的 现在做老板 我们现在多得很 怎么来的 他就是甘心乐意 奉献十分之一 神就祝福他 好 这个是讲到这个 故宫的这个 进来的 这个是 被恩代进来的 所以的存心感 努力的工作 结果的后来 得蒙恩典 故宫本来就是 要照主人的义事行 那个承认主人 有绝对的主权 天国的子民是 顺服主的人 主人的权柄 在故宫比喻之前 有一个少年官来 找耶稣 这是刚才我讲的故事 有犹太人的律法官 他守律法的 一切的律法 他都遵守了 但是呢 他少年的得志 有钱很多 耶稣对他说 你若愿意做完全能 看到没有 做完全能 完全的就是 没有任何的意见 对神没有任何的怀疑 他后来怀疑了 你要我的钱 等于要我的命 他就后来就失败 所以你要做完全能 可去变卖 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旧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 结果与永生插身而过 很可惜 所以我常常讲说 我们叫圣灵感动就去做 圣灵感动我做什么就做 你不要打顿 而且常常埋没圣灵感动 以后就没有感动 弟兄姐妹 你们有没有被圣灵感动的时间 我相信你信主一定有 因为你里面有个生命 这个叫做永生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 那这个前文是一个少年人 官来找耶稣 这个内容不讲了 就讲最后 那少年听见这话 就悠悠愁愁的走了 因为他的财产很多 那主耶稣后面又讲了说 一个人有了财产 就像一个骆驼 经过那个真的也还难 但是真的也还难 主耶稣后来耶稣又跟他讲说 门徒跟他讲说 那这样谁能够信呢 主耶稣说 再能不能再生凡事多能 所以你只要有信心 凡事多能 所以你再不可能都会变可能 这个就是我们的神 是行歧视的神 行神机歧视的神 神不要说 神机歧视 我现在讲说 末后时代有假的先知 假的出来的话 要小心 不要追人 追这个神机歧视 那不追神机歧视 不是说不要神的歧视 神机歧视 因为神是实行神机歧视的神 但是我们要注意 因为末后时代 主耶稣讲的 等一下我们会念到 主耶稣提醒 到末后时代 他能力也很强 但是你可能就是 被撒旦利用 所以我宁愿不要 我要好好的读圣经 亲近神 你给我就给我 不给我也没关系 我们抱这个态度 不要抱态度 哪里有神机 追哪里 追东追西 万一你这样追错 怎么办 尤其在末后时代 有这样 我情愿不要 在中古时代的教会一直下来 灵魂派还没出来的时候 人家都好好过着 为什么你到灵魂派 是哪里有神机 追东追西 他们也没有追东追西 他们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叫神给他祝福也很多的 为什么到时候你突然变 而且主耶稣会提 在末后时代特别多 你不要去追那个东西 不是不要神的 不是不要神的神机歧视 因为神是做神机歧视的神 在末后时代有个威胁 所以我不追求这 我不追求我也活着 你一旦追错怎么办 大家听懂听不懂这意思 不是叫你反对你不去做 很多人骂我 说你反对 我们这个活赞 我们这个神道会 是讲神机歧视的 我说我不是反对 因为主耶稣讲这句话 我们谨慎 为什么万物的结局进了 你们要谨慎自首 谨慎祷告 那如果突然间 把我的脑子弄糊涂了 然后干脆不要 我就安心的 读经祷告 过肢体生活 被圣灵充满讲方言 分别为圣 进入神的荣耀 我每天就在那循环 那我的灵命就会成长 我就靠近神 不会离开神 懂不懂我的意思 不要会错我的意思 因为神是行神机歧视 我要是从神之界的歧视 不是末后时代那些 假的出来引诱的人 所以我们要分辨清楚 这还有一句话 然而有许多债钱的将要债后的 债后的将要债钱 这个是对这个年轻人讲的 年轻人为什么债钱 因为他很优秀 他赚了很多钱 律法他的手 他是犹太人的律法主义者 第一流的 但是主耶稣要求他做一件事情 他不做 整个都没有了 懂不懂 所以年轻人啊 有些神呼召你 要做这个全职的奉献 你就赶快 时间不多了 赶快接受 不要拖拖拉拉 这很重要 我们不管年轻人 我们年纪大的也可以 因为这个时代很方便 少马都可以学 都可以来为神做 所以最主要的是 我顺下的年日 要花在神国度的事工上 懂得没有 你每天这世界赚赚赚 一包钱带不走 一包钱带不走 到死了的时候 一定要带不走 那我世界的事情 我是安部就班的做 让我更多的心来做 为神做 这个人是最聪明 你做神的功能最聪明 在末后时代 好 这个就是在前的 要在后 在前一样 样样都有的 但不肯撇下 主耶稣说 你丢下 你周际穷人的跟从我不肯 他不肯撇下 我们人有时候 钱在哪里 心就在哪里 那彼得听见了以后的反应 主耶稣讲完了这个比喻以后 彼得反应了 比功利主义 你看彼得是什么功利主义 我们来念一下 耶稣对门徒说 我实实在地告诉你们 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我又告诉你们 骆驼穿过针的眼 比财主进天国 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门徒听见这话 就稀奇的很 说这样谁能够得救呢 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是不能 在神凡是不能 那彼得呢 就开始了 对他说 看啊 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了 功利主义 我已经撇下跟从你 我要跟神讨价还价 不要跟神讨价还价 神叫做什么 做什么 是聪明的基督徒 他开始讨价还价 怎么样 我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 将来我们要得什么样呢 耶稣说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这跟从我的人 到复兴的时候 复兴的时候 现在有个大复兴 复兴的时候 人只坐在他的荣耀的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 凡为我民撇下房屋或兄弟姐妹 父亲母亲儿女天产的 必得着百倍 并且承受永生 今生得百倍 来世得永生 为什么 有心为神 不是真的把父母丢掉 就是把爱父母的心 爱神的心 要胜过爱神 你有这样的一个一个里面去运作的话 那你就在今生得百倍 来世得永生 你们现在有没有得百倍的 有没有 没有 没有了你就想这句话 我一定没有做好 所以我们得不到百倍 所以我一定要把我的心 从这个世界转向神 不是把世界丢掉 你世界还是做 但是我的心放在神的国度里面 今天我们讲国度嘛 你一定要放在国度 国度有两个 下次会讲 一个就是这个无形的 就是教会 教会是国度的缩影 那这到底在哪里 在基督的心里面 现在无形的 加拿有形的就是千年国度 大家都想望着那个千年国度 他给亚巴拉汉的呼召 亚巴拉汉爷 想望看到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那千年国度 千年国度你能不能进去啊 什么人能进千年国度 你们知不知道 死掉了得胜者复活 在天上跟主耶稣 掌管这个国度 没有死到在地上 经过了苦难 胜过了苦难 进入千年国度 那在千年国度里面的人 懂不懂 我们有没有愤呢 想想看 可能主耶稣来 还要几十年 我早就走掉了 如果我在世上所作是得胜者 那主耶稣来 我就复活了 跟主一起管 如果你们还年轻 可能五十年来了 你们还活着 你就好好地跟随主 有一天你进到千年国度 是很美的 因为一进去啊 一个人都要五六 七八百岁 可能九百岁 未到一千岁 都九百岁活了 因为这个神在掌管 撒旦关起来 没有罪恶 这人也不必挠泪 因为吃生命水的河 擦干我们 刚刚讲 擦干我们的眼泪 谁擦 主耶稣擦干 所以快乐的不得了 在世界上 就跟亚当在伊甸园一样 所以你有没有想往 要去那个地方 也许有些人 我才不想去 那基督徒最大的目标 就进那里 亚巴拉罕就仰望 那更美的家乡 就是那个家乡 但现在还没看到 人都还没进去 没有关系 你就照神 在世上吩咐我们的去做 在世界上你得胜了 有一天你死掉了 主耶稣来你就复活 就跟他一起掌握天 这是个圣经的教导 不是我讲 那然而呢 有许多债钱的 要债后的 债后的要债钱了 在这里呢 有学者认为了 彼得想用功力 来换回奖赏 他说我已经跟你很久了 跟你这么久 用功力来换奖赏 彼得说 看啊 我们已经撇下 所有的跟从你 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那为了要得奖赏 而侍奉的人 要债后了 那那些的顺服 回应神命令的人 要债钱了 你要不要去跟神 说我撇下一节 跟你了 倒霉 你就债后了 懂不懂 你们有没有这样说 我教会里面 我做了很多啊 我来这做了很多功啊 我好好地敬拜啊 你要跟神讲这个的话 你落到后面去 我们今天的敬拜 今天的服事 是我应该的 不但应该 而且是我应该 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 如果你这样的心态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你要债钱 不然你就说 我做了不少了 我在这里 从这个教会开始 就有我了 我就在这里 那你在以老卖老的 那你一讲这个 你就落到后面去 懂不懂 这个故事意思 天国就是这样 所以基督徒怎么办 对神绝对的顺服 神叫我做什么 就做什么 接受 容不容易 不容易 为什么我们有一个人的 己在里面 自我在里面 那神就是要把你这个 自我能关切交给神 所以保罗到最后 他得到了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的名活 所以他全为基督活 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后面还讲到 耶稣回答 打写错了 耶稣回答说 到复兴的时候 就最后了 人只坐在 荣耀的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 十二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凡为我的名 偏下房屋 或者弟兄姐妹 父母 母亲 儿女 田产的 在今生必得百倍 来生得永生 在这里一个少年官来找 结论是在前的将要在后 在后的将要在前 因为在前的意思就是 它很标准 很优秀 在前的是谁呢 代表犹太人的价值观 守律法 就是法利塞人和犹太人的 宗教的宗教分子 他们认为他们是守律法 上天堂的人 在后面的基督徒 因为的因性称义在前 他们认为他是拿到了律法 而且拿到了十戒 他就比人家优一等 犹太人是他观念里面 比人家优一等 弥赛亚的国度是我去的 你们都没有分 他是这样想法 但是没想到耶稣来 信耶稣的人 硬心称义的人 跑到他前面去 现在懂不懂 我们老基督徒不要自以为 不得了了 我做了很多事 你有一天躲在人家后面 年轻人就赶过我们 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 这里再讲到有了十九章 这一个的前提 耶稣在二十章里面 受到故宫的比喻 有五批仆人进入葡萄园做工 就所得的工价来看 在后的将要在前 在前的将要在后 联名人的家族派仆人出去 到广场找人来 找人来做工 第二批以后的 是奖定的工价 还有 有工 你也进葡萄园去 所当给的 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 到了晚上六点 开始的给工价 工资的时候 给的方法是从后面的先给 那个按照人的看法 早上来的应该是多给 后来的应该少给 结果的各得一钱银子 早上来的就开始埋怨 家族说 我们整天的劳苦受热 那后来的只是做了一个 周期一个小时 你进叫他 他们和我们拿的一样 那家族回答说 我不亏负你 在这个家族跟那个 讲定的那讲 没有亏负他 因为你与我所讲定的 不是一钱银子吗 打你的走吧 我给那后来的 和给你的一样 这是我的愿意的 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 随我的意思用吗 因为我做好人 你就红了个眼 律法是在前要在后 恩典是在后要在前 所以我们得恩典 恩典我们在后面 是不是这样 因为犹太人来 因为犹太人不听从神 映着景象神把他隐藏起来 然后这个恩典 在创世以前的恩典 在这个叫教会时代 就我们现在的时代 但是神也应许给他们 就是到外邦人都满了以后 那他们的全家要得救 因为看到主耶稣下来 他看到耶稣 耶稣就是弥赛亚 他们全部得救 他们今天要信的是弥赛亚 就是一个救主 但是他不承认耶稣是他的救主 所以在旧约里面时 讲了很多 所以我从前在旷野 让你看到火柱 云柱 马拿 你还看不清楚 最后把耶稣定是十字架 今天我们有很多基督 也是看不清楚 这世界看看看不清楚 但是现在我们求神 给我们智慧 看清楚神的心意 你才能活在这个 神的旨意当中 那后文是西比泰的母亲 后面还有一个故事 西比泰的母亲 要求两个儿子坐在左右 这我也不讲了 西比泰的儿子 就是雅各跟约翰 雅各跟约翰的母亲 看到主耶稣要上十字架 将来德国降临 他就求他的耶稣 把我一个儿子坐左边 一个儿子坐右边 那主耶稣跟他讲 坐我左边右边 不是我所能次 要在天国里面 你求了赐给谁的 不是是谁该得的 谁该得 要做守就要做众人的仆人 你要服侍人 所以在世界上服侍人 我们也看到很多人 无代价的 用爱心来服侍人 我看到的高牧师 他就没有话讲 一直服侍人 你要做什么 就帮你做什么 那这个人不一样 就是在天国最大 要服侍人用爱心 你如果为了一些利益 那又不一样 你这个服侍人 出于爱的 是出于神的 出于利益的 不是出于神的 譬如我做了这件事情 我有很多好处 我会唠叨很多好处 如果你为这个的话 就没有份 懂不懂 你为了基督的爱 就不一样 你为了基督的爱 来爱弟兄姐妹 跟一个为了说 基督的多一点来 奉献多一点 我就可以 我的工资可以高一点 两种结果是不一样 懂不懂 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都是为了神 不要为了人 那这个就是最后一句话说 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谁愿为熟 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你们在教会要做仆人 还是做大的 圣经讲证 你做大的 你自己是做大的 不要叫人把你拉下去 有没有 你宁愿让人家请你上来 但是你真正敬畏神的人 照着神旨意走的人 神会叫你为首 怎么讲 做首不作为 还有后面那句话怎么讲 做首 居首不居所为 对 居上不居下 这两句话就是 神的赐福变文 不要我们自己跑上去 是让人家请上去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 遵行神旨意的 才会这样 好 这个马太福音20章28节 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至要服事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救赎 故宫的比喻 在后的将要在前 在前的将要在后 少年观的结局 他在前的将在后的 而在后的将要在前 那仆人的比喻 心态 为大的 必做众能的仆人 为首的 必做众能的仆人 那这个前面是谦卑 这个是财太多了 人财太多了 你会把你心夺走 那最后 天国的子民在世 认识神 有绝对的主权 为首的 要做众能的仆人 那故宫的比喻 说明了天国的价值观 那从思学约翰 的时候到如今 天国是努力进去的 而且努力的人 才能进去 耶和华说 我要显 等我一切的恩赐 在你的前面经过 那宣告我的名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耶稣看见就恼怒 对他对门徒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的 正是这样的人 在你们国中间 谁愿为首 就必做众能的仆人 那犹太人的价值观呢 行律法 有因公利的得奖赏 天国的价值观 因身份得恩典 得怜悯 做做守的 必要做众能的仆人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你假的要做 要在这里 在天国里做头的 你要做众能的仆人 你要服侍人 你不要想被人家服侍 所以这几个原则 我们记得在我们心里面 这是天国的一个文化 好 最后看天国的比喻 故宫的比喻 是的心态 故宫的心态 我们来看看 是是马太福音 二十章一到十六节 因为天国好像家族 清朝出去 故人进来葡萄园做工 第二 和工人奖定的 一天一千两银子 就打发他们进到葡萄园去 这个是跟他讲好的 那约在几初的时候 几初就是在九点的时候 看见市面上还有闲杂的人 就对他们说 你们也进到葡萄园去 跟他讲 但是没有约定 他讲所当的的给的 我必给你们 他们也就进去 这个他没有 他没有话讲 因为他没有给他约定 我挨一个魔 要给多少 那这个约在这个中午 就十二点的时候 生出的时候又出去 也是这样 说你当给的 我都会给你 那约在这个球出 出去的看见还有人在 这个是下午三点 站在那里 就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整天的在这里闲站 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顾我们 他说那你们也进去葡萄园 后来到了晚上五点 到了晚上 这个是五点 那园主的对管事的说 叫工人的都来 给他们工钱 从后来起的 一直到先前的为止 所以他发工资的时候 不是从前面 从前面就没事 从后面就有人要埋怨 这里这个圣经 大家自己看 我看几个红字 那他们得了就埋怨家属 这个第一个 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 在前的将要在后 在后的因为蒙恩 甘心领受服事将要在前 在前的这个埋怨将要在后 天国的家属就是上帝 故宫的比喻 是说明了上帝的公义 与这个恩典或是他的怜悯 我们先来看图来看 葡萄园有个家族 是公义 他是公义的 他请人家来 也有不公义的 在人的有公义 也有不公义 他有绝对的主权 如果家族有绝对主权 他要给多少就给多少 你不能左右他 慈爱怜悯的选择 这个到天国的又不一样 天国的家属就是上帝 那上帝是什么 除了我以外 再也没有神 我是公义的神 又是救主 除了我以外 再也没有别神 这个是神做那个家族 出外几句讲说 耶和华说 我要显我一切的恩赐 在你面前经过 宣告我的名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我们现在人呢 看到人家一点好处 你就看不惯 这神怎么给他这么好 给他这么弄 神在这个世界 恩待谁就恩待谁 怜悯谁就怜悯谁 神在世界有一般的拣选 有特别的拣选 神为什么拣选亚巴拉罕 他为什么不拣选彼拉多 神为什么拣选雅各 那为什么不拣选 这个移首 这个神在永恒里面 有个特别的拣选 那我们都是他 他一般的拣选里面 我们一般的拣选 要遵循神的职业就可以 特别的拣选 他会给特别的任务 在你身上 你要明白 你不明白的话 你也是白白的被神拣选 所以记住 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你没有看到我们附近的 有些弟兄姐妹 他做什么坏事 他都顺顺利利 没事 神恩待他 神恩待他 那我动不动就被人家 指责东指责西 这为什么 你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因为在天国里 神有绝对的主权 我们来讲一讲 讲这句话 神有绝对的主权 神有绝对的主权 我要顺服神 这个是他给摩西讲 摩西要看神的荣耀 神不给他看荣耀 叫他躲在山洞里面 他经过以后 叫他看他的背影 他就讲了这句话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怜悯谁就怜悯谁 当时他也听不懂 我们前的基督徒也听不懂 会有很多埋怨 但是现在我们不懂 有些到天上就懂 原来神是这么智慧 他有他的智慧在里面 最后我们看到 从人来看是不公平的 选民神兼选的旨意 家族的恩典 不是给所有的人 家族不是 我们看到 唯独从以撒生的 才是称为他的后裔 所以这个以色马里生的都不算 这个一定要从以撒生的才算 神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不在乎人的行为 乃在乎呼召你的主 所以我们不要在乎我也做了什么 今天在教会我做了什么 不是在神拣选了什么 我也碰到很多基督徒 他什么都没有 也是那个没有什么才干的 但是神用他 那我们就没有话交 神用我们就没有话交 所以我们要 这个天国的这个故宫的比喻 特别注意 承认神绝对主权 在我的身上 有些人 他又绝对主权 但跟我无关 不对 在我的身上 我们就顺服神 这个故宫比喻的一个反省 天国的子民要造神的心意起 第二个 天国子民要在世 是在做这个仆人 谁为大就做仆人 所以你在天国里面要做大的吗 你要做仆人 那这里讲到 人在世上 人在世的心意 与神的心意大不相同 人的思想常常是指向律法 我刚刚讲了 神的心意是爱 因为神就是爱 人的信心呢 开始的是有条件 那经过了试炼了以后 就会学会了承认神绝对的主权 凡事交托 信心最高峰的时候 是耶和华以乐 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第一这个就是亚巴拉罕 九十九十九岁的时候 耶和华向他显现 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完全人就是顺服神一切的旨意 没有任何的埋怨 然后天国的子民呢 是要做众人的仆人 人将来在天国里 想要为大 不是神所赐的 乃是谁配得 配得的人呢 是依照人在世 在世做众人的仆人 你这是要仆人 这个在这个末后时代 这个山崖绵养的时候 那这个主耶稣说 我在病痛的时候 你来看我 我在监狱的时候 你来照顾我 等等 那个绵养就说 我什么时候来照顾你 那主耶稣讲 你照顾在 我的最小的弟兄身上 就是照顾我 这什么 仆人 你不要在一个单位里面 高高在上 什么都不做 我看到下面 吃饭的时候 这个大家收拾东西的时候 有好多人都 守着袖子在看 从来不做 不要这样 能做就去做 有老人都在拖地 老人看 我上次看到 王首两 这么老了 还帮我们拖地 就谦卑一点 什么事情看 好像自己家里一样去做 不要就袖子旁观 你要做重人的仆人 你要服侍人 天国里面才是大的 好 这里讲到 这个马可福音 在十章四十节 在你们中间 谁愿未熟 就必做重人的仆人 这个承认神有绝对的主权 服从神 委身神的服侍 做重人的仆人 结语 那故宫的比喻呢 说到了 再后的要再前 再前的要再后 再后的 被称 被侵入了葡萄园 做宫 自觉不配 尽心做宫 蒙神的恩待 所得的公价 都是一钱银子 说明天 说明了天国里的子民 像故宫 实在乎 认真尽忠的工作 顺从神绝对主权 殷勤多做主宫 一样 得一样的公价 现在我们做教会工作的时候 那个林牧师 跟我们讲 他教会有一个 他教会因为也住在那房子 灯要关 什么没有关 常常灯都忘了关 门也忘了关 他就呼吁说 谁要来帮我们关门呢 有个弟兄说 我来关 每次都我来关 他说他一做就做一辈子 做了一辈子 我们会不会 我们这边也有很多人 很爱做的 下面要清洁 厨房啊什么那种 那我做了几年 又看看 只是我做你们都不做 火大了不做了 跑掉了 也有了 所以神就看你这个中心 中心 我们以前在那个 在那个 九一大地震的时候 在台湾 他到大地震 有很多人进到那个 灾区里面去帮忙 那慈祭的帮最多忙 他给他房子 然后给他煮饭 给他吃 大锅饭给他吃 吃到一个程度 那些灾民啊 理所当然 你给我吃是理所当然 那慈祭拍一个屁股就走了 你一个二十年 我又不做了 但是我们 这个基督教深入里面 一直做到他们全部平静 我们做什么 传福音 做心理医治 因为里面有很多创伤 心理医治 他没有离开 这就是爱心 我们人爱心有限 我可以做给你的话 你不听 我拍个屁股走掉 你们会不会 你们会不会 我会啊 我会就算了 我就不管你 但是你要在神的工厂上 那忠心到底 这叫尾声 有没有 一个这个尾声 尾声就是我愿意在这里做 愿意在尾声在神的工作上 这个第二个讲 故宫比喻的前文呢 是一个少年官来找耶稣 结果的悠悠愁走的走了 结论呢 是在前的要在后的 在后的要在前的 接着彼得呢 就听见了以后一个反应 就说我们已经呢 偏下一切所有的跟从的你 结果今世得百倍 来世得永生 那故宫的比喻呢 以后呢 那个一个后文呢 是讲到西比泰的母亲呢 要两个儿子坐在 他的右边跟左边 那结论呢 就是为大的要做众人的仆人 为首的要必要做众人的仆人 将来天国的子民 经生活在世上 天国的子民不是将来的事 是在现今的时代 你到底做了什么 说经生活在世上的条件 包括在十三个天国的比喻之中 故宫的比喻呢 教导我们要顺从神绝对的主权 在神的前面前 要有绝对的谦卑顺服 今天我们在天国要得的这个职份 要看我们在世界上所行的 不是你要瞪那眼睛看 在天国要得什么好处 你到底世界上行的对不对 行的何大条件才得得到 一切都在世界所行 人要在永恒里得的基业跟产业 完全看你在世上所行的 所以弟兄姐妹要不要偷懒 不要偷懒 所以圣经叫做殷勤多做主公 这个最后 那人家问你说 今天你讲了什么题目啊 叫故宫的比喻 那故宫的比喻里面讲了什么内容啊 那你自己把它消化一下 故宫的比喻呢 是教导我们在神的面前呢 要谦卑要顺服 要接受顺服神的绝对的主权 第二故宫的比喻的前文呢 是讲到一个少年的官 他的结局呢 就是在前的要在后 因为他财产很多 与永生的擦身而过 故宫的比喻呢 是因为顺服神的权柄 虽然在后 结果还是在前 蒙恩 第三个故宫的比喻的后文呢 是讲到一个母亲 为两个儿子来求官 但耶稣 耶稣 坐在耶稣的左右 结果呢 耶稣说 在天国为首的 要先做众人的仆人 那故宫的比喻 要我们的明白 在天国里的百姓 都是故宫 我们都是故宫 但在地上的生活 要谦卑顺服 并要做仆人 服侍众人 自己谦卑的 接受一切的安排 不埋怨 不争论 才能够成为众人之首 常常知足 感恩 将来在天上 天国里 就是一个蒙恩的人 你把它消化一下 他问你的话 就把这几个重点 讲给大家听 今天我们天国的比喻 第十二个 下次还有一个 第三个 第十三个是 取婚宴的一个 一个比喻 那个比喻又 又更深一级的 因为婚宴有两种 一个就是福音的宴席 一个就是取亲的宴席 我们进到一个地步 就是跟神成为一个 夫妇跟新郎的关系 我们感谢赞美 你借着这样一连串 讲的天国的比喻 已经讲到第十二个 求主 让我们能够长长的思想 这天国的奥秘 天国的文化 天国里面的情形 我们虽然活在这个地上 但是我们了解 天国里面的这些情形 从而我们能够预备自己 将来在天国里面 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求你帮助我们 圣灵光照我们 我们虽然懂你的话 还是需要圣灵的光照 我们才能清楚地 明白神的旨意 求你与我们 众弟兄姐妹同在 保守我们的生活 起居 都能荣耀主耶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Amen